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受伤的情况 在现今临床上已渐渐被证实 让伤口保持在适当的湿度 避免让伤口过度干燥 不但能加快伤口的愈合速度 还可以减少疤痕的产生 早期的观念可能希望伤口干 可是其实在这三四十年来 它已经改变很多 那我们也都一直在跟大众宣导 一个湿性愈合的观念 那在适当的湿润度的过程当中 伤口才会愈合 皮才会长得好 组织才会长得好 所以适当的湿润是OK的 有的时候反而伤口太干 就会形成所谓的加皮 当初就是一早 大概三年到这边吧 不小心绿糊糊的 那个面团要经过 那个压面肌整形肌处理 右手不小心压到整形肌里面 当下就没有意思就把它拔出来 手那个肉都烂掉了 住院期间的那五天 都用一式干湿的方式治疗 我的伤口 后来出院以后 有朋友去介绍 湿式的方式治疗会更好 当我把干湿改成湿式治疗 我的伤口的时候 隔了一两天 一打开伤口 发现到 诶 怎么好得这么快 让我非常的惊讶 在选择伤口的敷料时 依照伤口不同的时期 选择不同功能的敷料 在治疗的过程中 才能够对症下药 使疤痕较不明显且平整 还能加快伤口的复原速度 适当的伤口环境 就是第一个它没有发炎 第二个适当的湿润度 不要过湿 但是也不可以完全干燥 因为如果完全干燥 组织它就没有湿润的环境 就像沙漠种不出植物的意思之一样 在发炎期的时候 可能要考虑一些 具有抗菌能力的敷料 在增生期的时候 要用一些保湿性的敷料 能够适当的控制 伤口的水分 不要让它太多 也不要让它太干燥 冲组期就是 疤痕形成的关键 市面上常用的是 疤痕贴片 或者是所谓的疤痕药膏 加上了一些淡化色素的这种材质 主要就是针对伤口的疤痕 直接的一个下压力 直接抑制这个疤痕 一旦你留疤 终身会有疤 只是怎么样照顾 让这个疤变得比较不明显 目前市面上有一些水凝胶的敷料 能够让伤口的保湿度 维持一个不错的环境 当然就是要 这些肤料要病人方便买得到 现在台湾很多 台湾生产的肤料 其实都还蛮适合使用的 我这个好了以后 复合得还不错 疤痕就是一点点也看不太出来 那样子 副院师说建议是说 把疤痕下面的组织 尽量把它揉开 按的时候会有一点疼痛 那种感觉才有按到那样子 我两个孩子 是发现承报的受害者 一个住在基隆长庚医院 一个住在隆重 两边跑 加上自己又很疼心 又失明 最后就是一直咳嗽 到了X关以后 他说你的心脏肿起来 做绕到手术十个小时 犯了三个血管 做好了以后 凹凸不平 又有黑黑的影子 以前的 敷料 要用一个塑胶 给它薄出来 才可以洗澡 就说不能碰水 现在的敷料 可以碰水 不要紧 自己的心情 比较轻松自在 就是说 不会像以前 这样怕人家看到 现在就是感觉到 比较舒服一点 好看一点 拥有适当的疤痕照护观念 让受伤后的伤口 及心灵照护上 都能减少术后压力 得到最佳的治疗成效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